力量,看来你已经获得了你想要的力量,不过你进入这里的时候,没有告诉你这里根本出不去吗? 身影喃喃开口,此言一出,硝烟当场石化在了原地,九英故意坑献他们,这里除了远古存在之外,无法从此地离开才是真正关键所在。 不知前辈也是进入这里无法出去吗? 硝烟拱手抱拳,心中倒是怀疑,九英说过自己有六具分身进入过此地,和本尊切断了联系,会不会此人就是九英的分身之一呢? 身影摇了摇头,并没有选择回答硝烟的问题,没有回答便是等于默认。 硝烟旋即眼神微宁,便是似笑非笑地说道, 因我来此地名为九英,不知前辈可否认识,硝烟试探性地开口,听闻到九英这个名字的时候,离人身形不受控制地猛然一致。 不出硝烟所料啊,看此人的反应就可断定,他必定就是九英的分身之一。 分身一旦脱离了本尊,自身诞生了灵智之后,那么对于分身来说, 本尊就是他最大的威胁,因为本尊一旦重新产生联系,他所产生的灵智就会被瞬间抹除。 你在这里,无论修炼到什么层次,最终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,故一切都是假的。 神颖自顾自得说道,似乎就未曾听到硝烟所言一般。 硝烟冷笑,在他看来,此人不怪在强装正定而已。 所以,你便是九英的分身之一吗? 硝烟并未就此骂羞,而是抽出了自己身后的八荒玄重池,目光冷冷地看着此人。 身形略微一阵,他还在继续摆弄着山峰,若是上千座山峰都是他所为,恐怕他就真的没有欺骗小野,此地没有出路。 当然,也极有一种可能,他们是因为知晓九英在外边。 离开这里,九英必定会将他们重新收回分身。 与其出去被抹去抑制,不如在这里过着惬意且无需在意时间的生活。 是他派你来的吗? 神颖第一次微微侧头,竟是一张清秀的脸庞,温润如玉,五样看起来像是一个书生。 所以,你是畏惧九英,再没有从这里离开吗? 萧炎首持八荒玄重池,开口问道, 你若要动手,随时可以杀我。 活着和死去没有差别,我想你也会待在这里后,在度过漫长岁月中,明白我今日所言。 神颖难难道,知识至终,在她的身上,萧炎都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杀意。 萧炎眉头微皱,沉宁些许之后,萧炎才像八荒玄重池,赋于身后。 你不是九英的分身? 萧炎感到了疑惑。 言语之间,萧炎明白了过来,此人的身份并不简单,也绝非是九英的分身。 并不重要,是与不是没有差别。 不过,你毁了我的山风,这可是要赔的。 神颖难难道,萧炎闻言,尴尬地挠头笑了笑。 这些山风,都是此人用一块一块石头土壤堆砌出来的,那都是属于他的成果。 九英倒也聪明,之前送了几人进来,老朽顺手就将他们给埋了。 神颖继续说道,不紧不慢地堆砌着山风,仅仅只是一座山风,完全堆砌而成。 至少需要耗费数年时间,这上千座,说明他在这里已经待了数千年。 萧炎闻言,心中一震。 正是因为方才,萧炎感受不到其任何一丝气息波动不说,萧炎还感觉不到对方的任何情绪变化。 不论其是什么实力,单凭这一点,就能够断定其身份必然不简单。 简佩的意思,也会将唯言掩埋吗? 顿了顿之后,萧炎不由地开口问道, 不着急,我还有很多尸体要埋,至于你嘛,往后烧一烧。 当然,你若想活的话,你之前毁我多少山风,便还我多少,那便罢了。 神颖不紧不慢地说道,这种淡然的语气令萧炎感觉很是着急。 说完,神颖一挥手,地上一堆尸体出现在萧炎面前。 萧炎看到这些尸体的时候,眼通骤人一苏,因为这些尸体萧炎并不陌生,正是方才从山风中出现被萧炎所抹杀的。 一共回我十一座山风。 神颖说道,萧炎看着这些尸体,又看了一眼神颖,目中露出疑惑之色。 若非九英说过,萧炎真的会以为这里就是一片幻境。 可既然九英说过,那么此地就必然不是幻境,但这里出现的一切,对于萧炎来说,都太过玄幻。 此刻更是不解身影之意。 就在犹豫些许之后,萧炎选择了赵座,开始学着身影将尸体逐个掩埋。 以山倒海这种事情,莫说是斗神阶段,斗地斗仙之时,举手投足坚便可做到。 萧炎一招手,无数石头和泥土便是腾空而起。 然后尽数朝着尸体掩埋而去。 萧炎几乎用了半日不到的时间,使一座山峰便是凝聚而出。 可就当萧炎准备看向身影,口中话语还没有说出之际,只见他所凝聚的十一座山峰赫然崩塌而去。 阎尘四起,萧炎眉头微皱,再度耗费时间,将崩散的山峰重新修复。 不过这一次依旧如此,几乎支撑不了多少时间,又是再度崩溃。 萧炎见状顿时眉头一皱,转头看向身影所堆砌的山峰,并没有看出有什么蹊跷,也是大量的巨石和泥土形成。 第三次,第四次,萧炎不断尝试,无论如何,山峰依旧崩溃。 萧炎陷入了沉思,她的目光落在了不紧不慢的身影上,观察着其一举一动。 萧炎的目光就这么看着身影,不知过去了多久。 原来如此,萧炎似乎发现了什么,立刻动手,开始摆弄自己的山峰,小心翼翼有规则地重叠山峰。 数日之后,一座山峰被萧炎堆叠而出,看着坐落有致,归归整整的山峰,萧炎脸上露出了笑意。 成了,萧炎笑道,不过笑声刚刚传出,又被垮塌的身影所掩盖而去。 看着辛辛苦苦堆叠的山峰又一次垮塌,萧炎不由得看向了身影,眉头微皱。 前面需要什么形状的山峰?我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对叠,无需不满便出手毁掉啊。 萧炎认为,自己的山峰垮塌必定是这身影所为。